你覺得民建聯在過往的日子對香港的民主最大的貢獻是甚麼呢 我們希望民主現在是比較簡單化 總之立法會全面直選就是民主 其實這是其中的內容 而且我們要實踐民主的時候 慢慢建立市民對民主的信任 現在反而我覺得 選出來的一部分泛民直選人 這樣一天都搞搞震 真正的事情做不到 一尾就拉布 令人失望 這就叫民主 會影響了人對民主 而且我們覺得推進民主 你都要考慮到第一個基本法 要考慮中央有些事情是他有權去決定的 我們怎樣能夠一步一步向前慢進 這是重要的 反而如果整天說這個不是真 這個是假 這個不夠好 這個不夠完美 那就坐在那裡 坐在那裡的時候 那有甚麼好處呢 為甚麼我們不可以一步一步向前推進呢 如果真的可以改一條 改多一條 你認為應該改哪條呢 例如明天都會發生的 就是不斷打中點人數 雖然議事規則說 70元應該有一半人才是合法的人數 但是呢 如果沒有人走起來說 主席不夠人要點人 那就沒有問題的 就相安無事的 但是一有一個議員走出來說要點人數 那就要點了 主席也沒有權阻止 包括有時候是官員好議員好 在發言中 即是在說話的時候 他都要點人數 或者大家明知那個食飯時間 他都不管 又要點人數 或者點人數的頻密程度 五分鐘十分鐘就點一次 喂 本來是沒有理由的 是不是 那你就令到議會都不能正常運作 那用甚麼方法收緊呢 但是呢 本來想改 立法會就找一個英國御用大律師 去看看 那個基本法 怎樣理解 基本法相關的條文 一路傳統以來怎樣做 最後結論說 都沒有辦法 都是這樣的 改不了 都是需要 會議 要有一半數人在這裏 如果有人提出來 都沒有辦法 你都要點了 這是從法律的基礎 是的 通常大家退休 就認為畫上一個完美句號 適用事件 是不是都令你覺得 自己的退休好像不是一個完美 好像都是比較多負面 不開心的新聞 是的 我自己 所以近期有很多媒體採訪的時候 我都說起這件事 我就說 可能就是因為個人快要退休了 就會比較放鬆一些 我退休了 另外與此同時都會對自己的身體重視多了 就會覺得 一旦退休了心態 就會覺得放鬆 放鬆 身體的問題又可能會出來 所以 雖然做了小手術 搞了大風波出來